它這個被撐開了 現在我們把它靠在一起 那你就會發現呢 它其實呢 木材它就是有這個特性 如果說呢 就是你想要螺絲直接鎖 不會爆開的話呢 一定要有一個厚度 你才可以直接鎖不會爆開 你看 不會爆開吧 哈哈 我來分享 我以前呢就是 每次呢 在螺絲鎖進木頭裡面的時候呢 其實很常會爆開 那我早期的時候呢 其實我根本就 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我想說是運氣的成分居多吧 有時候呢爆開 有時候沒爆 爆開之後的那個紋路呢 我用打磨機之後慢慢的磨 把它磨掉 後來呢就是 我開始學到木工之後呢 我的師傅就告訴我說 哦 其實呢就是 你這個會爆開 就是因為你沒引洞啦 那我才理解就是呢 其實木頭呢 生長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個方向 或是在鎖進木頭在旋轉的過程呢 如果呢 你在錯誤的地方 或是你的厚度太薄的時候呢 你沒有先給它引一個小洞 那它就會爆開 那這樣講呢 還是解釋不清楚 所以我今天呢 就特別準備了這幾種 木板 最厚的厚度 到最薄的厚度 這隻腳料呢 它是5.5公分 3公分 2公分 1.5 這個呢 也是1.5公分 但是它是合板 這片是0.5公分 所以呢 就是這些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來測試的材料 那這怎麼測試呢 就是 我們會統一呢 先用螺絲直接鎖 那再來呢 我們就會 引洞鎖 引洞鎖的話呢 我也會教大家 就是我常用到的三種方式 把刀 一個是鑽間鎖 然後一個是銅珠刀 然後呢 一個是沙拉刀 或者我們叫做 聲孔鑽頭 現在這每個材料呢 我都會 找著鑽這三個道具 來鎖螺絲 這樣我們就知道說 接鎖螺絲 和用這三個的鑽法呢 在鎖螺絲 真實的情況是什麼呢 那我們接著就從 5.5公分 一直用螺絲直接鎖過去 然後呢 就是 適到就是 0.5公分鎖 為止 我們來看看 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 1.5囉 好 裂開了 它現在這個地方已經裂開了 所以就是 1.5公分 直接螺絲下去的結果 再來到的是 一樣是1.5公分的厚度 但是它是 甲板 有沒有 被撐開了 這邊裂開了 甲板它是一片一片在上面 黏在一起 所以像是這個狀況 它就很容易把它撐開嘛 因為螺絲進去的時候 它這一片一片的就會往外 接著呢 我們就來到最後的 0.5公分 螺絲直接鎖進去看看 好 進去囉 它這個被撐開了 現在我們把它靠在一起 那你就會發現呢 它其實呢 木材它就是有這個特性 如果說呢 就是你想要螺絲 直接鎖 不會爆開的話呢 一定要有一個厚度 你才可以直接鎖 不會爆開 這木頭它都有一個生長的紋路 所以你的料夠大的時候呢 它這個螺絲進去是不會崩的 這塊就是1.5公分 它就會直接列給你看 擺引洞 這個洞就是 是否這個螺絲下去的時候呢 它可以有一個多的空間 可以讓螺絲剛好 沉在這裡面 讓這個表面是平的 因為如果說 你讓螺絲直接進去的話呢 它這個螺帽 也會把外面撐 撐進去喔 1.5公分的超合板 我們也引一個洞 接著第二種呢 我們用銅珠刀 銅珠刀是因為 我們要香那個圓木筍 通常還會再搭配 鑽尖手再引一次洞 那我等一下會先用銅珠刀 先全部洗出一個小洞 然後我們再搭配鑽尖手去引洞 所以你其實可以理解就是呢 其實沙拉刀就是等於是銅珠刀 引一個範圍的洞 讓螺絲可以沉下去 或是塞木筍用的 但同時呢 它這個沙拉刀的前面 因為有了鑽尾 所以呢 它就等於是鑽尖鎖 或是我們一般的鑽尾 去再引一次洞的概念 用鑽尖鎖幫所有 剛剛銅珠刀引出來的洞 再把它引一次 最後再用鑽尖鎖 直接再全部走一次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說 這樣的情況下 鎖螺絲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鑽尖鎖直接引洞 這是沙拉刀 然後這個是銅珠刀 銅珠刀裡面 我們有再用鑽尖鎖再引一次洞 我們就直接 從5.5公分到0.5公分 把螺絲鎖進去看看它的情況 沙拉刀它鑽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剛好平 再來我們就是用銅珠刀的 你看它就會直接吃進去 就看不到 通常會再把一個木筍打上去 再來就是鑽尖鎖直接引洞 完全沒發生什麼事 因為這材料很厚 3公分 沙拉刀 第二個銅珠刀 第三個是鑽尖鎖 下一個是銅珠刀配上鑽尖鎖引洞 直接鑽尖鎖引洞 這兩個基本上是絕對不會出事的 因為它非常厚 5.5公分 3公分 那我們就來到了2公分 直接鑽尖鎖 1公分 你看就是剛剛我們1.5公分就裂開了 那如果我們用沙拉刀跟銅珠刀跟鑽尖鎖 會裂開嗎 我們來看看 完全沒事 沒裂開 那這個就是直接鑽尖鎖的 直接鑽尖鎖的情況就等於是說 它剛剛直接這樣鎖去 但我們先贏了一個小洞 我們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會裂開 我們來到盒板 盒板我們剛剛就是直接鎖就裂了 盒板它就是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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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在一起 所以照理講呢 螺絲下去的話 它應該會把這個皮呢 撐開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直接鎖螺絲的方式 沒事 它很撐是因為剛剛這個啦 那我們再來 銅珠刀 鑽尖鎖引洞的 沒事 最後 我們就到最高難度的 就是這個 0.5公分的薄板 你看 不會爆開吧 哈哈 這是有點小爆開 因為我剛剛鑽尖鎖不夠正 它背後這邊呢 是有點裂 0.5mm的情況下 照理講應該是會跟 沙拉刀是一樣的 是不會裂的 你可以看這個螺絲是直接吃進去 我這個角度呢 剛剛有點歪了 所以它才會裂 我們可以看就是呢 這個 沙拉刀的方式呢 它就真的是 你看這整個完全一樣的長度 它是直接整個吃進這個0.5公分的薄板 那這個螺絲基本上呢 就差不多是 0.3公分後 這螺絲也是可以完全吃進去的哦 就不會裂開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裂開 好 所以今天這個鎖螺絲實驗呢 就讓你們了解到說 5.5公分後的木頭 到0.5公分之後呢 1.5公分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在正中心 螺絲直接鎖 它就會裂開 那就是 這時候你要用什麼方式呢 三個選擇 沙拉刀 銅珠刀 鑽點鎖 好啦 那經過呢 我這樣解釋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呢 當你的木頭呢 夠厚的時候呢 那你又為了球塊 只是為了單純做連接 你想要直接鎖螺絲進去 那都可以 反正它不會爆開嘛 遇到就是 木板很薄的情況下呢 你還要鎖螺絲的話呢 那就一定要先引動 這三種方式來引 就可以避免它爆開的機率 如果呢就是 這三種焦大蠟方式呢 你們還有 任何的問題呢 就是 字幕兒章 字幕後 字幕後